主席 好,主席请署长 请邱署长 委员好 署长,身经障碍者口腔健康五年计划 是从97年到101年 所以去年完成了吗 总共金费化了多少 我想这个单位比较清楚 一亿您八百万 是 一亿您八百万 成效怎么样 我看你的报告里面 目前计划的成果 我觉得这个成果写的 我觉得很简单 这样办下来 有的是提供服务 一百八十七家提供服务 二十三个居家服务团队提供服务 是 第二个就是 培训牙医师三百五十三人 我特别提到这个数字 还有这是培训的 能力培训的 那还有照顾的一些活动 花了一亿八百万 所长 你觉得这个绩效跟这个预算 对得起来吗 是 我看的是还不错啦 因为 你看的还不错 他这个文字 是把它删过来 每一个都有好大一本的这个报告 所以我想这个是不是 也请我们副局长来报告 跟委员说明 刚才您提的这个部分 其实身心上 但是委员 没关系啦 你这里都写了 都有了 大体都有了 那细节我们就不谈了 从大体看起来 这些活动 这些训练 以及这些服务 花了我们一亿八百万 不是不是 委员的价值 不是委员根 那是有待加强的部分 现在您请回好不好 有待加强的部分 我刚看了那个黄淳德黄教授 请黄教授 请 来给我们指导 请黄淳德教授 黄淳德黄教授 谢谢黄教授 你给我们这篇 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目前的成效 善待加强的推展 以及呢 未来发展的建议 也有建议 也有目前推展的这个成效 还有要加强的 那现在成效 我想已经做了嘛 那你也肯定 这方面医疗面 医凡保健面 医疗成效 医凡保健成效 你都这边说 也蛮肯定他们 善待加强的 那请你叙述一下 就刚才你这里写的 那基本上 这个我相信 卫生署 在以往这几年 确实是非常的努力啦 那就他们所能够做到的 也他们也做了很多 那牙医师工会 也非常的努力 在推展 那不过我现在 我是觉得说 我们在未来 那应该要加强的 也就是说在整个的 体质面的一个 来让他健全 那这个体质面的 这个部分要讲起来 也就是说 在这个医院 比如说在医院 你没有一个专职的一个科 就没有专职的医师在那里 那当然 大家都是用一种 就说好 我是别科的医师 我只是来帮忙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志工的 这个心态呢 就比较不容易做好 那我是希望说 在医院的体制 能够有一个专职的一个 身心障碍者的牙科 因为我们在这个 身心障碍者 权益保障法里面 也是要求要有独立的牙科 那这个独立的牙科呢 好像在这个医院的 这个组织章程里面 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做到 如果说有这个 独立的这个真正的牙科 那么他就可以招收自己的人 那来训练自己的人 那以后他们就会 有这种使命感 真的要来做 那当然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 预防保健 这个也是非常的重要 那我们现在卫生署 花了很多的钱 培训很多的人 那他们也能非常热心的 去推动这些预防保健 那不过呢 我们在这个部分 我们也是缺乏一个 口腔卫生推广 真正的子种的一个人 那事实上 现在在北医 在高医 在中国医药大学 都有口腔卫生学系 那这些口腔卫生学系呢 基本上就是希望说 要来 让他们对这些身心障碍者 长期照护 需求者 来提供一些 比较高度的这种 口腔卫生照护 那所以呢 我基本上我是希望说 在教育面 能够在这个大学的这个学层里面 把这个身心障碍者牙科 真正把它纳入必修 那在国家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考到 那在医疗面的话呢 就是在医院要有一个 这个身心障碍者牙科的一个 独立的一个社科 那在预防保健的面呢 就是需要有一个口腔卫生室的一个 专业的职种的人员出来 那这样子的话呢 才会等于是有一个正规部队啦 好 就好像说我们作战 我们不能够老是靠游击队嘛 好我们需要有一个西点军校 环补军校 这样子训练出来的人 这样子我们才能够长远永续发展 这样子 好 这是你在 你刚刚讲在 在学程方面 在这个 有专职科 专职的医生 那这方面呢 等下我再请教署长好了 好了 那你请回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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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求署长 署长 在医院里面 设一个身心障碍者的一个牙科的 这样一个专职的一个科 可能吗 有 我在我以前的医院 有受设了 有设了 你先当署长来推动啊 示范中心的医院都有 特别的独立的一个专科 身心障碍 示范中心 示范中心有 但是一般的署例医院不见得有 大概我们署例医院26家里面有23家有这个服务啦 这个服务没有专职的一个科 没有一个独立科别 嗯 呃 现在就说身心障碍者对口腔啊 我们今天谈到这个口腔的这个健康啊 嗯 这个这方面是比较极重度的不能自理的 对 差不多有多少人 刚才提到啊 那个 大概30万人吧 20万 20万 2030万人 20万人 就没办法自理的嘛 对 所以他必须啊 有人教导 特别的一个 一个治疗 啊 但是刚才我们蔡委员讲的没错 当牙医师啊 尤其你要医疗这身心障碍者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中度的 真的是很辛苦 所以呢 呃 我也觉得哈 这个健保的加成啊 目前我们诱因还是不足啦 是 还是不足 那你的想法怎么样 刚才我们蔡委员讲说要加倍 啊 那你的加成 诱因不足 那 是 没有要做这个辛苦的工作 健保是 现在牙医啊 最好的就是 诊牙 对不对 医美 嗯 我觉得牙医科现在 其实牙医科生意非常好 啊 也赚很多钱 现在很多人 牙医科是第一志愿耶 但是 但是做身心障碍者的口腔医疗 这方面的 啊 这些人还不是 还不是一般牙医可以做的 对不对 他经过特别训练 还有 有上过课 可是在一般学生里面 去上这个课 是选修的还是必修的 呃 我想这个都是 是选修还是必修的 好我想请 好是必定课程 对 选修还是必修的 呃 我们 就是说除了 呃去做特别的培训 培训300多名医师 跟400多名照护人员之外 其实我们也在牙医的两年 毕业后的医学教育里面 有 身障牙科的这样子一个学习 可以选项 选项嘛 所以是必修的 所以他 他出来 他还要加培训嘛 对不对 好 那这个怎么不能 我当成一个必修的课程 不行啊 蛤 小说我没有照顾 可以 当然可以建议啊 这些这些这些比较弱势的 又是经济弱势 又是真 真是一群弱势的主权 我觉得你 你至少你在学 学生方面呢 呃 这个有关这方面的学生 应该去学习 因为很多我看的资料里面 呃 大概有呃 呃 呃 学这个这个牙医师来学这个课程的 并不多了 嗯 啊 去选这个课程并不多 啊 不到那个教育课程不到三分之一了 啊 呃 呃 上过身心障碍牙科课程的 牙医师不到四成 所以 所以 所以真的很少啊 好 这个我们 真的很少 我觉得在学生方面 在上 在这个课程方面是有 有有有可以补强的 用什么方法了啊 嗯 嗯 那在实际面呢 就刚才讲的 我们目前那个交通 呃 交通工具 他们要去就医 这个 一般的身心障碍者 呃 他们知道到哪里就医吗 这个资讯有没有 很很很清楚有没有 好 他们知道 你刚才讲是有几家示范医院有 我想五家示范医院 五家示范医院 都是在大都会吧 是 报告委员 按照呃 申权法有规定 就是县市必须要指定 门诊来提供服务 所以呢 呃 在生肠的那个部分 他们应该都知道是在哪里 哪一些医疗机构 都在大都会是吧 而不止 全部的 限市有 总共八十三家 哦 八十三家 所以你说示范有 示范的部分 因为它等于是呃 兼具有教学跟研究的使命 有五家目前 总共有几家 总共在门诊的部分 八十三家医疗机构 呃医院 然后寒诊所卫生所 总共有一百四十几家 好 那我觉得呃 现在他们的问题就是说 这个这个 因为你 复康巴士不够嘛 啊 是不是用计程车来取代 啊 然后这个车子再怎么样 来来来来 来补助怎么样 我觉得这可以研究一下 要不然他们 救育者 假如住的很偏文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不方便 啊 再来这个 呃健保的加成用因不够 那 苏长你看有什么其他的办法 我刚才提到 计程车啦 啊 或者是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想办法 我想这个 各位的建议 我们都会把它纳入未来的考量 好 好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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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